audience 好我們先來看這個字的音節 第一個音節在AU我們發成AU的音 DI念成D E N C E念成ANS 重音節落在第一個音節 這個字我們就念成audience audience 那audience這個字呢當作名詞 可數名詞是叫做觀眾或者是聽眾的意思 那這邊的音底要跟各位舉一個字 這個字應該大家很熟叫做audio 那audio這個字呢指的是聽覺的聲音的 英文就念成audio 那視覺的呢就是大家很熟的叫做video 它可以當作電視的電視影像的 或者是甚至可以當作影片 英文就念成video 所以說你有沒有發現我們經常講AV AV AV 音響指的是audio 聽的跟video 眼睛看的就是視聽音響的意思 好所以我們看一下例句 the audience enjoyed the play they cheered and clapped when this curtain came down 好the audience 各位有沒有發現我們習慣呢會在前面呢加上一個定罐詞 the the audience非常喜歡這場表演 play they cheered指的就是喝彩的意思 clap指的就是鼓掌 什麽時候呢當什麽什麽的時候 when the curtain curtain指的就是木 就是我們舞台上不是有那個木嗎 那個木呢就是當作curtain 那curtain這個字呢也可以當作窗簾 所以呢當這個木呢落下來的時候呢 他們呢喝彩 他們呢鼓掌 好所以這個字呢我們就念成audience the audience名詞觀眾聽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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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